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程当中很多次想在心里有点想骂人的一句话 阅读这本书不是一个特别愉快的过程 尽管这本书写得很好 其实一本好书能够拨动一个人的心弦 哪怕一两次就很不容易了 那么无疑能让你始终有这种感觉 哪怕不舒服 其实也说明了这本书的成功 那么麦家的这本《人生海海》 TWGD Club是第83期了 那么推荐了这个书 我呢是前后因为在这无人小岛上 那么一共用了三次 这三口气读完了 写得不错 刚才我说了 但是让人呢如梗刺 好像有个刺就插在这个喉咙里 想大喊两声啊 却无奈呢 哑了嗓子 也喊不出声来 就是这种感觉 我完成这本书第三口气 是在Powell River的Dontown的一个 拉丁的墨西哥风味的小餐馆 沐浴是黄昏的阳光读完了 但是依然没有排解出 这种如梗伺猴的感觉 借用书中的一句话 就真他妈作孽 大家也许都听说过了 中国也算是网红的一位 著名的法学家 他的名字叫罗祥 前几天呢 他的微博呢 突然被清空 他之前呢 他的噤声不发微博了 现在他干脆 把这个微博全部清空掉了 查不到了 那么有的说呢 是官方直接做清的 那么也有的说 是他呢 因为网易法律 畏罪自己删的 各种评价都有 但是偏向于认为 是罗祥自己 他清空了微博 把自己的嘴堵上 尽管呢 他的留言是 半年之内清空微博 其实啊 现在的各种消息啊 非常多 确实同时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东西 哎 鱼目混杂呀 所以我个人 在这个无人小岛 在很多的地方 读书写字 其实呢 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动因 就是懒得呀 再去看那些浑水下的人眼 不管左中右 大家说的我都不喜欢看 因为呢 水浑 现在已经不是在游泳了 我说的狗袍都不是 全都是在扑了 我听过之前呢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叫徐支远的 他有个节目 叫131 当时呢 他对话 罗响 是去年做的 用的时间挺长 他有上下两集 问和回答呀 都挺深刻 节目做得不错 我一直在那次 看这个节目 才认识了罗响 就我个人的认知来说 他也算一个讲课 很好的老师 至于法律的功底 很难评价 我也不是法律专家 但是说的都是大实话 非常的平民话 但是呢 去年做的徐支远的131 对话呢 我们的罗响 下一次的问答案 我想就不知道啊 猴年马月 分享这本书 人生海海 其实呢 想说的很多 我做了很多的读书笔记 很少有书 让我能够把这个书放下 读一会儿再放下 有一种一口气读完的冲动 但是终究没有 为什么呢 会窒息 所以我想 这也是作者 卖家啊 他的功力所在 也是对生活 他自己的沉淀和体验 尽管他仅仅是1964年的出生人 在这个书里面 他以我的第一人生 我推算的年龄 应该是1952年和53年的生人 但是这种历史沉淀 丝毫看不出来 是一个有1964年的生人 写下了一个1952 53年出生人的书中的我 所以眼睛里看到的世界 想说很多 但是想了想啊 终究还是不要说太多 罗强也终于啊 清空了微博 其他人呢 要懂些事理啊 才好 反正这是我呢 有时候读书过当中 想在咱们这个小众的读书会去分享的时候呢 我也是控制住这种 有时候说 趁他妈作孽的这种发言 那么我就摘了我的读书笔记 其实也就是书中的句子 我放在今天 不去过多的 说我自己的语言 我想借着作者卖家 在书中人物的对话 写下的文字 算不上金句 只是我个人的体验而已 看看我们书友们 读友们 从这些句子当中 能不能发现我们自己 也能不能发现 百年来中国社会 这种轮回 和这种让我们 总是像活在过去 一样的感觉 而对未来 我们总是有梦想 是不是这样 爷爷讲 你看 他现在啊 还在羊毛 不惜教训 不回头 他这人呢 就这样 骨头太硬 心气太傲 仗着聪明能干 由着性子火 对老天爷 也不肯低头 这样不好的 人啊 心头一定要有个怕 有个躲 时间很大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不能太认着性子 该低头时 要低头 该认错时 要认错 爷爷是书中的一个角色 也是一个重要角色 也算是书中的一个智者 爷爷又说 村子的一年四季啊 像人的一辈子 村天呢 像少小孩子 看上去五颜六色 生龙活虎 朝气蓬勃 实际上好看不中用 开花不结果 惨死人 村天呢 却经常饿死人 夏天呢 像大小伙子 热度高 精气旺 力气热气 也日日渐长 蛇从夜夜生 浓忙松强 结婚生死 手忙脚乱 累死人 秋天呢 像精壮汉子 人到中年 成熟了 沉淀了 五股丰登 六处星袜 天高云淡 不冷不热 爽死人 冬天呢 像死老头子 寒气一团团帽 衣服一见见天 出门缩脖子 回家守床板 闷死人 宝掌 是与爷爷同年代的人 也是两个打了一辈子 以好最终和解的 一对兄弟 宝掌说 如今这世道 真他妈的作孽 把一个大好人 糟蹋成这样 你这人就是自私 总想着要体面 把面子当命根子 他妈的 面子顶个屁用 我当初像狗一样活着 人家太监 也就是书中的主角上校 现在也是一只丧家之犬 小瞎子是废物一个 拉屎连屁股都不会插 不都照样活着 照你这样想 我们都该去死 就你一个人活着 我看到爷爷呆若目击 一脸丢魂落魄的死相 好似面对一波死 报纸上说 这本书很多地方用了这句词 这四个字 报纸上说 其实隐喻了一个中国式的权威 报纸上说 人要学会放下 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 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 我这一生 许多事都放下了 但有些事又怎么放得下 人活一世 总要经历很多事 有些事情像空气 随风飘散不留痕迹 有些事情 像随印子 留得了一时 留不久 而有些事情 则像木刻 刻上了 消不失的 报纸上又说 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 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写信是我用回忆抵抗不可遣散的孤独的唯一方式 报纸上说 生活是不压榨机 把人炸成了渣子 但人本身是压榨机中的头号零件 报纸上又说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从城市到乡村 从吃穿住行到思想观念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点 现在的我最有发言权 即使这些年 我几乎一半时间在国内 因为有另一半的寸托 国外的比对 书中的我是移民去了西班牙 我照样时常生出精益的目光 欣喜的心情 我知道抽烟可以一定程度的缓解人的焦虑 我也知道是照顾上校书中的主角 烦心把他烟瘾又唤醒了 不是说酒病床前 无孝子吗 还有什么比常年累月 对付一个七老八十的孩子 更让人焦虑烦心的 他却不这样看 他说照顾上校 让他感到无比安心 累是累 但累得有劲 有寄托 心里踏实 这里这个我是林姑娘 也就是上校 当抗美援朝参军 抗美援朝志愿军之后 同在一个医院 一直喜欢书中的主角上校 但是终不得 当上校被人迫害 奄奄一息的时候 林姑娘就找到他 把他带回 为了治好他的病 把他的所有材质全部抹了去 变回一个弱智的孩子 除了形象之外 所以这一段话 就是他在这种状态下说的 也是在这种状态下 他又重新抽了烟 书的最后描写的林姑娘 尽管是无奈无语 但是是以幸福的方式 死的 报纸上说 心有雷霆 面若镜湖 这是生命的厚度 是沧桑堆积起来的 他也是我这辈子 唯一这么回头看过的男人 他没有回头 我心里空荡荡的 像他本来在我心里 就这么走掉了 心里就空了 粗恋的感觉是甜蜜的秘密 是紧张的等待 偷窥 是手不经意中相碰触电的感觉 是炮声轰轰中的害怕和祷告 是午后的阳光在风中行走 是微风催来了道花香 是彻夜不眠的泪人旅程 是各种复杂幽密 别出心裁的名策暗叹 总之 是细腻琐碎的 孤僻 怪异 情乱神迷 神神叨叨 总之 你爱上他了 是的 他脱口而出 我这辈子只对他这么爱过 爱得小心翼翼 又天昏地暗 我爱他的笑声 我爱他的背影 我爱他抽烟的样子 爱他丢下的烟蒂 我爱他在手术失败后骂娘的愤怒 当然更爱他手术成功后的灿然笑容 我爱他溜猫斗猫的样子 那一定是他最得意开心的时候 我爱他义无反顾 奔赴前线阵地去出诊的英勇 爱他风尘仆仆 回来的喜悦和痛苦 人像一枚硬密 有两面 遇到好的一面是你运气 遇到坏的一面是你晦气 如果两面都叫你遇到 则不免要丧气叹气 当然这也是报纸上说的 报纸上说的 事实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真相 什么是英雄主义 对爱不爱生活这个说法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的 要我说 生活像人 有时或有些是让人爱的 有时或有些 又是不让人爱的 甚至让人恨 总之我对这话并不太认可 但我一直记着它 人生海海总知道吧 说的就这意思 一个17岁的乡下傻小子 富得出死的勇气 却拿不出活的勇气 当时我连人生海海 也不知什么意思 他扑吱一下笑 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 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 但又不止这意思 他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 但总的说是叫人好好活 而不是去死的意思 这一段描写 是书中的作者 以我的语气 移民到西班牙之后 落魄之时 遇到的一位伴侣 当然这位伴侣呢 不幸因为车祸 又死去了 人生海海 我们像海滩上的 两粒沙子一样相遇 人生海海 我们同吃同工三年后 他离开了鞋场 用几年的工钱租下一个小铺子炸油条 这是一次鼓足勇气的冒险 因为当地华人不多 愿意花钱的华人更少 搞不好炸出来的油条 只有自己吃 但他聪明能干 对油条样子做了修改 改小 小得像一根大薯条 然后配上巧克力酱 站着吃 一下子符合了老外的口味 生意做成了 记住 人生海海 敢死不叫勇气 活着才需要勇气 那些年我眼睛里只有垃圾 没有人 更没有女人 报纸上说 当今的中国是最有前途的时代 钱是money的前途 任何人都可以挣到钱 看到这一句话时 我心里黑黑笑 想他是不是就在说我呢 虽然因为生活需要 我已加入了西班牙籍 但我心里从不认为自己是那边的人 如果中国政策允许 我会在第一时间放弃新国籍 恢复老古籍国籍 甚至是我们村的村籍 孤独 是我的花园 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 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 报纸上说 生活是如此令人绝望 但人们兴高采烈的活着 这说的是晚年的上校吗 我是晚年的上校如父 所以一直坚持的去看望他们 尽量奉献一个晚辈的孝心和责任 书中的主角上校 别人骂他的 错号叫太监 生于民国七年 查了查 也就是1918年 2014年的12月去世 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 高寿高到几乎超过 所有活人的想象 和死者的等待 人生海海这本书 以上校96岁的年龄跨度 写了将近一个世纪 而上校死的那一年 书中的我这个人物 也已经62岁了 麦家的这本书 人生海海 是2018年写的粗稿 2019年出版 赢得不少的好评 说到人生海海这本书 不自觉的想到了一首歌 这首歌是2001年唱的 当时挺火 歌名也叫人生海海 歌手叫五月天 这首歌里说全了 这句人生海海的那句话 就是还有两句 人生海海 山山而穿 不过 而而 人生像大海一样 总是起起落落 走过平乎烟雨 跨过岁月山河 最终发现 也不过如此 有记者问麦家 书名人生海海背后的深意 他自己回答说 人生海海 渠自闽南方言 意味人生像大海一样 变换不定起落浮沉 但总还是要好好的活下去 他解读说 既然每个人都跑不掉 逃不开 那不如去爱上生活 此时此刻呢 我在阳光海岸的 泡维尔河这个城市 一座无人小岛上 已经待了整整25天 也即将结束 鲁宾逊市的体验的日子 大家看我的文字啊 都觉得说 我描写得像天堂一样 我说呢 我所写的都是真实所见 特别是真实所想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天堂 关键的是你的心情 和你眼睛所见 但事实上无人小岛 大家想想一个原生态的小岛 首先是文字的天下和地盘 尽管我竭尽全力 去消灭他们的老巢 但是 他们的战斗力 与我相比 他们只能是暂比三三射 我将会在我的工作号文章中啊 跟大家秀一秀 我的小腿和脚 我大概粗略的想看了一下 密密麻麻 至少有上百个包 但是我很开心 为什么呢 前些日啊 我写了一文 大家如果看了我的工作号文章 我写了一个名字 叫加拿大的圣托里尼岛 我相信凡是热爱生活的中国人 都知道希腊 我们全世界最著名的度假岛屿 叫圣托里尼 就是圣托里尼岛 那么为什么 如此反差之大地写了这么一个名字呢 因为 我认为 无人小岛的形象 虽然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相差甚远 但是我的心情 却与 我两次去圣托里尼岛的介意 并无二致 我满眼的蜂蜂以尼 心知所向 所以阅读人生海海这本书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 又一次让我懂得了更多 那不如爱上生活的深刻寒意 谢谢大家 谢谢温度传媒的华为家 认真做的PPT准备 以及主持人和大家 为这读书会所做的一切 谢谢 谢谢各位书友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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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